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几种摩擦力的特殊情形 像第一种乒乓球的旋转和摩擦力的方向 这个是在北摩曾经搞过的一个题目 我们先看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个桌球拍 上面这是一颗乒乓球 假设在发球的时候桌球拍向右移动 这时候桌球拍给球一个向右的力 而因为重力反重力 所以球拍给球重力向右 所以球给球拍用力向左 所以球拍受到向左的力 这个力是F 球给球拍的力 球给拍的力 拍子给球的力 F 拍给球的力 所以一开始发球的时候 球拍给球向右的力 这颗球它会逆时针旋转 球逆时针转下来 当球发出去 球到对方的时候 如果这颗球 假设球落地 如果桌面在这里 因为刚刚球是逆时针转 所以球逆时针转下来 结果球给桌面一个向右的力 所以桌面给球会有一个反重力 桌面给球的力会是向左 所以当球落到地面来的时候 球给地面的力向右 地面给球的力向左 因此 这颗球本来在发球的时候是逆时针转 现在入到桌面之后 由于向左的力 这个是F 桌面 给球的力 所以这时候球会变成顺时针旋转的 这是发球和球 入到桌面上以后 两个旋转方向会不一样 我们看有关于脚踏车的转动情形 当车子在前进的时候 我们会用力去踩踏板 当踏板踩下去的时候 脚踏车都是后轮在传动 所以当踏板踩下去 这个脚踏车的后轮 它会逆时针转 可是逆时针转的时候 对地面而言 以地上这一点 因为车轮是向后运动 所以车轮向后运动 地面会给车轮一个阻止向后运动的作用力 所以地面给车轮的力是向前 所以这个车轮就受到向前的作用力 因此由于地面阻止车轮向后运动 所以地面给轮子向前的作用力 所以对地面而言 这个车轮它并没有再移动 所以地面给车轮这个摩擦力 这是近摩擦力 然后这个车轮就向前运动了 当车轮向前运动的时候 然后前轮也跟着向前运动 可是前轮在向前动的时候 对地面而言 地上这一点 因为它要向前运动 所以地面会阻止车轮向前移动 所以地面给车轮的力 是向后运动的力 所以对后轮来讲 车轮因为要逆时针转 车轮对地面的这一点是向后动 所以地面阻止车轮向前 而前轮向前运动 地面阻止车轮 这个是向后 这是车子前轮跟后轮 它们摩擦力的方向不一样 由于车轮是借着滚动 没有滑动 所以这个摩擦对地面而言 这个是近摩擦力 是近摩擦力的方向不一样 是近摩擦力的方向不一样 是近摩擦力的方向不一样